弟兄姐妹,主内平安,欢迎收听《清晨甘露》,今天是5月8日,我们要默想的主题经文是约翰福音5章13节。 那一好的人不知道是谁,快乐和康健的人觉得岁月是不拘的,但38年的病对于一个可怜的,虚弱的人是多么长久的磨难呀。 当他躺在毕师大的池边,耶稣用一句话治好他的时候,他快乐地感到一种改变。 罪人长久地受到绝望的折磨,因此发出了微弱的求救声,当主耶稣带能力的话一出口的时候,便把平安和喜乐赐给信的人,因此他也必感到自己突然改变。 病痛的消失是不能不晓得的一件大事,身体的瘫痪是一件明显的事,生命的改变也是不能不知道的歧视。 但这位可怜的人并不知道那治好他的人,他不知道他是圣洁的神,他在人类中的直思和使命。 人心中虽然不知道耶稣,但仍不能不感到他血的能力。 我们不能因为人不知道耶稣就居然定他们的罪,但当我们看到既然有人因信得救,就当信救恩已经预备好了。 圣灵在没有使人属神之前是先叫他们毁罪,而那信他所知道的,不久也必更清楚知道他所信的。 无论如何,不知道乃是一种邪恶的事,因为这位可怜的人,备受法利赛人的言语,并不能与他们抗辩。 与问难的人对达如流是一件得意的事,但若我们不清楚了然地知道,主耶稣就不能如此答辩了。 耶稣在治好他的病之后,又治好他的不知道,因为主在殿里遇见了他,在主向他显明自己以后他才能见证说,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 主啊,若你已救了我,求你也向我显现,好叫我对人讲说你。